大家好,我是愛迪先生 今天我要帶各位來看一下最近非常夯的一樣商品 就是藍光消毒噴霧機 那我手上有一個 這個應該是幾乎人手一支 那其實價錢也不貴 可是我大概用兩個多月就有點故障 各位看一下 它本來是八燈的,結果燈大部分都壞了 所以這個藍光就不見了 那是相當困擾 於是我又再去買了一支新的 就在這邊也很便宜啦 沒有幾百塊 那我們來看一下新的情形 各位看一下,哇好漂亮啊 八燈藍光,非常好看 那當然買了一個新的話 這個就要好好保護它 不能再兩三個月又壞了 那該怎麼保護呢? 等一下來教各位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原因到底在哪裡 最主要就是從這裡噴水出來的時候 這邊會往下滴,然後水霧嘛 有時候會往回彈 然後這個LED燈珠就會浸泡在水裡 我們來打開看一下好了 有沒有看到花黃 然後這個LED這個燈板你看 生鏽了,都生鏽了 那這個地方如果說能好好保護一下 不讓這些水分跑進來 應該就可以用得很久 那該怎麼處理呢? 我們在新買的時候 就來把這邊做個保護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個噴霧頭四周有凹槽 也許那個水分會從那個凹槽裡面滲透到裡面 所以我們可以用日濃膠把它填充一下 把它填滿 這個凹槽是滿大的 要填應該不是太困難 你就把四周跟它填滿 防止水分從這邊滲透進去 好,那表示 這個地方應該不會再滲了 那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燈珠的旁邊還是有縫隙 只要有水的話 因為水是無孔不入 稍微有一點小空隙它就跑進去了 那這時候該怎麼辦 你可以用奈米膠帶 把奈米膠帶把它貼起來 這整個把它貼起來 然後把多的剪掉 然後把多的剪掉 好,那這樣的話 這個水啊 就不會從這個燈珠的細縫跑進去了 還有包括這一個片子 可能也是活動的 都會跑進去 這個都被我們貼好了 這樣就比較萬無一絲了 那中間這一個出水孔 你用美工刀把它畫一個圓圈 先把奈米膠帶移除就可以了 好,那旁邊把它壓緊 中間已經被有人移除了 不會影響到它噴霧的動作 然後對這個顏色的話也不會有影響 因為這個奈米膠帶啊 是透明的 那我想啊 經過資料改裝 應該可以用的長長久久才對 當然啦 這個裡面有一個18650的電池 你如果說充電比較不良的時候 可以更換 好,那今天為各位介紹 南光消毒噴霧機的一個保護 希望各位會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